CapCut 图片功能使用 点开CapCut 导入图片 选择使用的图片 点击图片 选择最右边的图片功能 很多人看不懂这功能可以干吗 在图片上设置关键证 随意调整图片大小 我已经设定三个关键证 选择图片功能 任意点选功能 图片就产生滑动效果 我们再来选择其他功能 这次图片产生弹跳效果 那我们知道这轨迹 等于图片运动方式 那我们选择自定 看看有什么效果 右上角可以新增拍子 可以拉伸 调整跳动幅度 这样我就得到 一只跳动的猫 那如果我放上背景 我就得到一个 在海边跳动的猫 这样我就可以做出一个 在任意背景下 一个跳动的动物 那如果背景是影片呢 我一样可以做出 在影片中跳动的图片 那如果单纯是影片呢 来设定看看 这里也需要调整影片大小 选择移动轨迹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 抖动的抖尖男 看一下效果吧 所以图片功能 可以让我们将A物件跟B物件 产生更多有趣的变化 比单纯使用关键证 有更为细致的动作 玩玩看吧